大家好 我是大佬 欢迎又来到我的频道了 今天大佬特别把这支影片 从会员的专属频道挪出来给大家看 那这什么影片呢 就是大佬上星期在东京的成田机场 Narita Airport 34日左跑道 34日左跑道进场的时候遇到风切变 大佬把这个影片放在这边给大家来欣赏 当然大家不是看看就好 当然大佬会解释有几个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我现在解释你们等一下看影片 就注意看这个几个地方 相信对你们会有非常大的知识性学习 那大佬在这边先交代一下 这个影片从飞机开始下降之前 摄像机就已经固定在二排中架舱 最后面的位置上面摆在那边固定好了 所以飞机员没有分心去操作它 你们看看整部影片就知道了 那越南也没台湾类似的规定 地面上舱门一关就不能摄影 所以大佬今天才有办法 把这影片放给大家来看 那放这影片呢 大佬就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影片是从1000尺 飞机要进场的时候1000尺 大佬截出来给大家看 一直到落地 飞机滑到停机坪里面 那为什么要1000尺呢 是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 在飞机下降到达1000尺的时候 要完成稳定性进场 如果没有完成 我们必须要重飞 所以所有的航空公司 在1000尺的时候 会有Standard Callout 标准喊话程序 喊什么呢 喊Stabilize 或者喊Stable 或者我们公司是降落哪一条跑道 就要喊 譬如说东京成年34号左跑道 你们在影片中就可以看到大佬喊 Stabilize Runway 34 Left 34号左跑道 稳定性进场 所以呢 现在所有的飞机 所有的航空公司进场 都有一个标准 稳定进场程序 我们叫做Stable Approach Criteria 这个呢 大佬上一集的影片有讲过 这边就不再重述了 大概就是反正你速度要对 高度要对 姿态要对 落地前检查表要念完 盲降系统的左右性标台 跟下滑道指示器不能超过一个圆圈圈 这有这些规定 都符合规定 1000尺我们就喊个Stabilize Runway 34 Lab 我们就可以继续进场 不行的话要重飞 然后呢到500尺的时候呢 还要再喊一次 确定都没问题 Stable 如果500尺没有Stable 重飞 然后呢到高于100尺的决断点 要喊一次 决断点 就喊一次 至于什么是决断点呢 这就是盲降系统 决定能不能继续进场 或者重飞的点 然后呢 会有 无线电高度表 就是我们的防撞系统的 无线电高度表会叫 100尺 50尺 30尺 20 10 会叫 大家来注意看这个 这个整个进场的程序 那这一次进场呢 其实啊 因为爆了风且变 风非常非常的乱 那 因为摄影机呢 是固定在架舱里面 所以我们整个飞机晃呢 摄影机是跟着飞机在晃的 所以你感觉不出 架舱里面晃得非常糟糕 那有几点你们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就是你看荧幕 虽然架上不晃 但是呢 我跟副驾驶两个人 已经左右左右晃得 晃得东昏七速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平常进场 你看到飞机 挡风波雷看出去的画面 应该都是不动的 不会动 几乎没有动静 就这样稳稳的进场 你会看到我们飞机又飘上 又飘下 那场面 就好像大怒神一样 或者坐船一样 怎么会那个 挡风波雷看出去 边上边下 边上边下 好像有浪一样 你就知道里面 其实晃得非常严重 再来就看大佬的架势 大佬的手 因为相机是从后面 正中间拍摄 不太能够看到 我左边操纵这个架势感 但如果你们会注意 大佬的手已经这样子 这样子左右左右左右 平常 微微的风落地 这个架的感受 几乎是不动的 几乎是不动的 这几个地方你们去注意 然后呢 当无线电高度表 喊一百尺的时候 就是风切变的地方 那个地方 飞旋变成上下 上下上下 你会发现我跟副驾 两个是这样 跟骑马一样 大佬有一集跟你们讲过 落地前跟骑马一样 你们都不相信 这一次 有影片有真相 你们看 一直这样上下晃下晃 要不是我跟副驾驶 有安全带绑的 那早就撞到天花板上去了 你们仔细看 一直到飞机落地之后 我们还在上下 上下上下的晃 你就知道 这晃得非常非常严重 我无法用言语 跟你们形容 这个晃得多严重 但是影片呢 因为讲过了 摄影机是固定 就跟着飞机一起晃 所以你们看不出 它晃的严重性 但我希望你们用心去体会 那你会听到架子 很多嘻嘻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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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 那就是东西都已经闪在一起 闪在一起 所以很多杂七杂八的声音 就知道晃得非常严重 那你听到一个声音 像马达的声音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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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呢 是自动油门 那个马达的声音 因为风太乱了 速度飘上飘下 飘上飘下 油门那个马达皮带就在那边 你只要听到声音 就知道那油门 你再把它乱抽乱抽 狂抽猛送 那这几点呢 大家去注意一下 那还有飞具有着陆的时候 你以为感觉 扎在跑道上 其实没有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摄像机 没固定好 落地那一刹那 倒了 所以你会感觉很 好像重落地 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的 好 那这个影片呢 大家就好好的体验 那落地之后呢 还有一些 standard call out 标准的 喊话程序 你会听到 第一个 喊speed brake up 解数版升起 第二个喊 reverse normal 第三个喊 自动刹车 autoblade 这个呢就是因为 滑航 当年 起得机场意外之后 我们就加了这些 标准的呼号程序 如果当年 有这些呼号程序的话 或许 滑航的旗子旗 就不会在香港 起得机场 冲出跑道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马上就知道 speed brake no up 马上就知道 减速版没升起 反讲 没起来 自动刹车 no auto brake 就知道 机长就可以马上 手一拉 减速版自己 脚踩刹车 这些啦都是 前人啊 寄取教训 到我们这一辈的飞行员 已经把这动机 整个都整得非常完善 那有几个地方呢 大家就好好的看这影片 用心体会 大老师 有图有真相 不然每次我要讲故事 你们就觉得 我是不是在唬赖 朝鲜这次有录到 特别把影片给你们看 那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 看我这一段影片很长 大概至少30分钟 一直到飞机滑进停机坪 把发动机关掉 那做停机后的检查表 检查程序什么都做 那有兴趣 再放给大家看 那我们今天先来看这一段影片 认真的男人最帅 看看大老今天认真的样子 我们话不多说 赶快 分别过来 雅兴趣 目的 明鉄 警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cloud director cloud director cloud director approaching minimums continue continue okay minimums standing okay okay 50,40,30,20,10,5 50,40,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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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是 接壁 成长 令人 三面好是 quinала 三面 Keller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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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傾向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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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2 1 3 2 5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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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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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 我們是否有空間的空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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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對 我已經沒有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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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把我拉上去 我把我拉上去 7879 全燈開 OK 全燈開 OK XDD XDD XD 還不可以 加分小FD 行人机长共同占目式 飞航管制GNG 会计阅178级